八百公里,一百七十个村落,三十五天,一个人,一双脚 朝圣之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徒步步道,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相传言说十二门徒之一,圣雅各安葬于此 自中世纪以来前来的朝圣者就络绎不绝,形成了朝圣之路 虽然以前这是天主教的朝圣之路 但现在也有许多徒步爱好者前来挑战自己 其实朝圣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有很多不同的路线 在欧洲,有的人走出家门就是走在朝圣之路的路上 即使大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可终点都是圣地亚哥,就跟贝壳的纹路一样 因此贝壳成为了朝圣之路的标志 而我们走的是八百公里的法国之路 八百公里很长,长到可以走三十五天才走完 八百公里很短,转到世界地图上根本不足一提 距离挡不了处走的脚步 八百公里注意看进路上的风景 大山,草原,古迹,有时候是让人心情大好的蓝天 有时候是大水分飞的浪漫 有时候却是狂风暴雨的狼狈 鞋子,下半身,裤子全部都进水了 我的天 虽然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速度 不必跟别人比较,反正我们终将抵达终点 那还赶什么路,不赶路,赶收路才是这条路最享受的事 一百个人走的朝圣之路有一百个故事 路上的波渡图好比人生的星剑图 起起伏伏的才是人生 一旦停下来了,就可以宣告死亡时间 我不敢说八百公里可以改变一个人多少 但至少敢想,敢做,敢当 走过这段路让自己相信那些沉浸的不可能 终有一天会变成美好的回忆